好 我们这一边呢 要找那个圆圈的圆形 首先我就要有两条code 然后这两条code呢 我就画它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它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呢 你就插在它第一个点 然后你左边一撇 右边一撇 然后过后呢 你再把你的那个圆规放去另外一个点 这一边 然后你的大小不要改变 然后你还是一样 左边一撇 然后再来 右边一撇 OK 左边一撇 右边一撇 OK 好 然后接着呢 你就把这两个点接起来 OK 这个就是你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你的第一条perpendicular bisector OK 你需要做的事情呢 是你需要画两条code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然后它交界的地方就是你的圆形 OK 好 刚刚这个是第一配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配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第二配我就插在它的那个code那边 然后呢 我就先画我的第一片 这一片 然后另一边 这一边 我也在画另外一边 然后接着呢 我把大小一样 我放去另外一边 然后 我就在这一边 撇 一撇 OK 然后另外一边 也撇一撇 OK 然后 接着我把这两条线连接起来 这一条线 跟刚刚这一边 画到有点难看见 其实应该是 呃 应该是这一边吧 嗯 我很巧 所以就这两条线连接的地方 就是它的圆形 所以它的圆形就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o 就在这一边了 嗯 这一个就是我的圆形